为了吸引顾客上门 店家真的是想尽了各种方式 最近有民众在网络平台上就贴出了一张 台南某日式早午餐店用餐规则 没有想到第一条低销规定 就让大家看得补萨萨真的是伤透脑筋 因为这看起来好像是一道数学题目 一连串的数字再加上开根号 要顾客自己算真的是有点困难 不过对此店家也在自己的脸书上 针对网友的疑惑一一隔空幽默回应 木板上写下店内用餐规则 注明有低销 但想知道低销多少怎么好像有点难 不会算耶 但是如果有低销的话 我们会直接问店员啦 民众只喊算不出来 因为规定的低销竟然是到数学公式 不是简单加减乘除还必须开根号 就民众到店消费被烤岛 po网后引发网友热烈讨论 多数人都说有看没有懂 直呼店家会被问翻吧 也有民众则是担心数学不好被拆穿 会很没面子 因为我真的数学很差啦 所以如果我打开那个菜单看到这个的话 我会觉得一点都不好玩 我会觉得还蛮有趣啊 所以可以请 但算算不出来 但是可以请店员告诉我们 到底答案是什么 有人觉得创意感十足 也有人根本管不了这么多 直接问店家最快 店家也发文 要大家解题别有压力 因为这低销算是 只是让大家可以在等餐时消磨时间 算是种趣味 其实答案菜单上都有 另外也受到关注的等餐时间伴助箱 则是来自拜拜得来的灵感 店家创意还真的有不少网友试算 PO出解题后的答案 以细间成为热门讨论话题 意外变成另类行销手法 记者黄富奇台湾报导